2012-11新年度的本地列祖聯賽9月9日正式展開 藍衣藍褲的就是東方沙龍 第一場球隊的對手就是大中 這場球就在豹江村道為夢場舉行 見到大中的第一攻勢 如九號打算交給中間 怎會遇到王偉德 幸好在他那裡交給空勢的陳浩峰 彈到阿石呀! 哎呀可惜呀,被眾員輕易接實 見到就是剛剛射球的大中隊長七路陳浩峰 接著董方沙龍攻勢 如漢文拿著球轉身,被人撐走 幸好這個球在王子豪的下 推兩步沒有人抹 一射,哎呀,夠快厲害 不過可惜,沒什麼角度 如果這個球有些角度 相信陳浩峰還有排扣 見到大中隊長七路不知之間 都有點緊張 其實這場球身份會有攻守 大中隊攻勢,九號的陳浩峰拿著球 射入禁區,怎樣做? 一射,哎呀,幸好中學員反應夠快 這個球,如果不是都很危險 其實中浩宜這場球表現十分之不錯 救到不少的險球 雖然越早賽事 不過東方沙龍也有不少的粉絲 大中隊是梁聰軒,底線過 再過,出了一個漂亮的球在中間 頭長一頂,哎呀,死了 可惜呀,中美呀 這個球如果頂低小石的話 相信大中應該可以入球 另方拿回那個球 可惜呀這個球,沒什麼威脅 其實東方沙龍這球球真的有點幸運 頂低小石的話,相信輸了 還有慢鏡,梁聰軒過了兩個 出了一個漂亮的球 中間 可惜隊友說不相信這個球 如果頂低小小的話 我相信這個球應該進入了 大中隊教練,朱哲剛覺得很不值 在場面鼓勵一班球員 那倒了下半場 東方沙龍有空氣換入歐衛龍和曾兆永 二號文章王鎮宇 這樣撞過去呀,沒有威脅 這個球 沒錯,球正直至十二馬 這個球一定會脫,沒得不脫 好,看看慢鏡 鎮宇跳高那麼深入紅 誰知道大中的臨子中後面撞你 這個球一定是十二馬,沒得不脫 十二馬就是歐衛龍操到 地球,哎呀,中柱彈出了 保重,入了 不過可惜這個球例 如果四十二馬是球員中柱 而沒有第二位球員 哪個球,再保重也是不算的 所以球正的判距是完全正確 沒錯 看看慢鏡 這個球得太盡了 這個球 從前保射反應都很快 不過可惜這個球例 這個球是不算的 所以見到他入了之後 都沒有什麼慶祝 倒了六十五分鐘 東方沙龍入和歌,利建和 看看這位教練球員 可不可以加強入東方沙龍的攻勢 和歌手做個球轉身 見到泡特 阿倫走位 怎麼做 只是錦區 阿倫生犯了一照 鄭石榮空前前 射不到 射不到,那球還回到阿倫 一空一射 天主席界的球 其實阿倫這場球 入後進入後後 表現都不錯 不過可惜 就是差點滑 帶了後半條七個球上去 不要稀可做個球 嘩,這個球不會犯規 沒有錯 梁志榮踢中腳 球證被黃擺 哎呀,還要兩黃一紅 在八十三分鐘 東方沙龍打小哥 看來梁志榮覺得 球證這球出得太嚴重了 看到Pieter倆有點緊張 時關上七分鐘打小哥 也有點危 雖然打小哥 但東方沙龍攻勢都沒有減少 黃鎮宇 左幾一出 進來 哎呀 怎麼不射 這個球 楊汀智這球才是控下來的 可惜的 如果將來射的話 相信這球是九成的 所以看到楊汀智都覺得很不值 這個球 雖然這個球不進 不過這場球表現得不錯 其實 來到比賽的末段 東方沙龍不再一次入球的機會 而是右邊的攻勢 黃鎮宇 出個漂亮球 阿維倫共一流 和光鎮宇一射 哎呀 中柱彈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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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和光鎮宇一射 這球真的不值 東方沙龍這場球 真的沒有說不值 看看這個環境 我喜歡這個球落點很漂亮 阿維倫固一流 和光鎮宇一流 和光鎮宇一射 可惜 如果這個球過了一點 他就進了 最終雙方 踢成名給你的平手 雖然贏不到球 但東方沙龍的總監 梁梁手智就說 表現不錯 失望始終是有 但是 還是要放在心裏 對球員來說 我是很滿意 滿意他們的拼勁 因為 十四個上場的球員 任何一個都搏到老命 這件事大家有眼看 在這麼熱的天氣 打出這樣的成績 最主要是 始終是 對隊會 當你是龍頭來踢 最重要是 你東方沙龍 大家都這麼緊張 你看到 他們用路比道 始終是一個 剛剛退休的 甲組外援球員 對我們來說 我是很滿意這樣的成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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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